我姓丽 是你们总经理约我来面试的 请稍等 总经理 有位丽先生说跟您预约了 好的 先生 这边请 总经理生在那边 好 谢谢 你好 我叫丽家俊 请坐 你的简历我看过了 你曾经在一家大公司 做过高层管理工作 是的 我今天约你过来 想和你面谈一次 看你的简历 你曾经坐过牢 是的 一起经济案 跟朋友在财务上发生了纠纷 你很坦诚 一个人 能够平静面对自己的过去 是件不容易的事 其实做生意嘛 最忌讳的 就是和朋友合伙 再稳固的友谊 在利益之下也会毁于一旦 你看我们美华 从上到下 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这样做起事来 就不会掺杂任何的感情关系 总之就是一句话 简单 对 您说得非常有道理 不过十几年前 我从北方一个人来到广州 我只能跟朋友在一起做生意 但是劳逸之灾 这让我也明白了很多道理 我以前太幼稚了 把很多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 你讲话还挺有趣的 你为什么选择美华 缘分 碰到了就进来了 你知道美华是做什么的吗 办公用品 你了解办公用品吗 不了解 不过我很有兴趣 我们是初次见面 我还不了解你的业务水平 我还不了解你的业务水平 这样吧 我问你一句话 你愿不愿意从底层做起 愿意 这里看你还有个孩子 是的 跟你住在一块吗 当然 那好 你被录用了 非常感谢 明天你去找客户主管 他会安排你的工作 试用期三个月 每个月工资是八百块 试用期之后呢 工资还会相应地调整 一周休息一次 早上八点上班 下午六点下班 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 我去 不好意思啊 请问这个地址是这里吗 就在这里啊 我想请问一下 这里有没有住一位新丽的 大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大概这么高 这里是有两户子新丽的 你认识他们 是啊 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出去见他 可以 来来来 我带你去 谢谢啊 来来 就是这一家 你开心不开 好 谢谢啊 晓风 干妈 妈 我好想你啊 妈也想你 你 你点的歌我听到了 我一直在找你 我本来想去找你和天豪的 可是爸爸不是啊 小凤管 小凤受苦了 立伯 强远 我正要找你 有闻啊 来找你们啊 我们家来人了 是啊 咱们 难道你呢 女的 是你前妻 现在跟风才两个抱得难血难分了 你前妻啊 人长得真不错 长得漂亮 我看那样子也很善良 真是好女 不是 不不不 不是什么 我是个过来人 我看得出来 以前你肯定是犯了什么错 被抓去坐牢 把别的女孩子都吓怕了 喂喂喂 你跟她好孤独子 风才不让没有妈妈嘛 团聚了 团聚也好 还在新学校 学习跟不跟得上啊 当然跟得上啊 我上个旌旗的语言测试完 那又满分呢 知道你最宠言了 下次放假 我带你去跟那边小孩去东方玩吧 真的吗 当然真的啊 什么时候骗了你啊 不是爸爸会投不进吗 我跟你爸说 爸 厉哥 我是从你登记的职业介绍所找到的地址 所以就来看看晓风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这儿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我看到电视里 晓风给我点的歌 我知道他很想我 怎么就躲不开 你为什么要找过来 晓风 你去房东爷爷家看电视 我们就画个手 快去 晓风 我还听你爸话啊 爸爸 不许你欺负我妈妈 我看到电视里 晓风为我点的歌 我就知道你们还在广州 我 我真的找了很久 我知道你一直还在恨我 你错了 我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去恨什么人 我现在只想尽快调整好我自己 我这个当父亲的 不能在孩子面前倒下 为了孩子 为了我自己 我只想努力地工作 我真的很想你吗 心意我领了 但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李哥 我根本不想见到你们任何人 怎么我越走越躲不开呢 我初遇当天见到隋光伟 找过工作室撞到你 你今天才找上门来了 你想干什么 想捉弄我李家去吗 你就真正的不想见到我吗 根本不想见到你们任何人 你怎么会越走越躲不开呢 我初遇当天见到隋光伟 找过工作室撞到你 你今天才找上门来了 你想干什么 想捉弄我李家去吗 你就真正的不想见到我吗 走吧 你既然就把话说到这个坟上 我也不怕告诉你 这一年多你觉得我快乐吗 对 是我的错 这是我害了你入狱 但是我为了惩罚我自己 在你入院的第二天起 我就离开了我的家庭 离开了我的孩子 我每天都在责怪我自己 都在骂我自己 我知道这样不能挽回什么 但是 后来我开了花店 我觉得我的生活又顶了一点希望 我坚强地够下去 就是因为要等你出来 我告诉我自己 我总有一天要在你面前 跟你把话说清楚 我明白 我们不见面 大家只有好处 至少会给我起一些痛苦的会 今天我站在你面前 我真的不奢求你会原谅我 我愧疚 我真的愧疚 我们这十几二十年的友谊 你不可能就这样子一刀仰断的 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 这十几年经历的事情 在我走入监狱大门的那一瞬间 我心里突然就明白了 你跟阿伟根本没有错 是我自己太幼稚 太自以为是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怪不得别人 远渡服输 活力加剧人民 立刻你不要再说 不要再说 从监狱里出来的 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带着孩子 赶紧离开广州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是我没走 为什么 因为我从监狱里出来 我就看见了贤光伟 他趾高气昂地向我 炫耀他的成功和财富 看着他的样子 我的内心反而倒平静下来了 我只问我自己一句话 李教巨 你选择逃避吗 不 绝不 从哪摔倒的 我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如果你们内心真的有些内疚 想表现出一些仁慈的话 那我只有一个请求 请离我们远一点 请离我们远一点 好 我明白了 我尊重你 往后再也不来打扰你 我尊重你 我尊重你 小峰是无辜的 我不想他的童年留下任何的阴影 我是他杨茜 谁没有权利可以分开我们 我和魏晓风的事情再回来 是点请你原谅 来 主管办公室 好 进来 你好 我是来报到的 坐 你好 我叫丽家居 是今天刚来报到的 李家军 乐焕铭 是你呀 真是也没想到 太意外了 太意外了 你 你怎么在这儿 我现在就去这家公司 负责香港和内地业务的主管 总的你跟我说啊 要给我派来一个新人 没想到是你呀 坐坐坐坐坐 谢谢雷师官 家居啊 你进监狱的事儿 我知道 你现在不已经自由了吗 咱俩人在这个地方碰面 就说明我们俩很有缘分 你不是去香港了吗 怎么又回来回广州了 这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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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钱挣多了 就觉得没地方花了 到门区泡了几个月 好不容易把钱给赌光了 就觉得神清气爽 后来一想啊 闲着你就闲着 咱点事干呗 就投靠了美化公司了 哦 咱俩一样 我呢 是把钱给赌光了 你是把情意给赌光了 每天都这么累 辛苦了 老板 多跟老板娘照顾生意 利哥呢 你是说利家居吧 对 就是前两次跟你一起来的那个男的 他找到别的工作去了 你知道他在哪里工作吗 不知道 老板 我去搬过去了 老板 我去搬过去了 老板 我去搬过去了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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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搬过去了 老板 这事按您吩咐 给利哥存的一笔钱 主持找到了吗 找到了 在城中村的一个出租屋 不过 阿伟哥 你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利哥 怎么会见到的 佳俊 我想啊 你先去投诉部 因为这个部门非常重要 每天要接大量的电话 还要把他的电话内容 记录下来 记住啊 千万把他漏掉电口人的电话 可能因为最后的电话 会让美华丢掉几百万的生意 赖主管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的 尽力还不行 得尽全力 好 好好干 进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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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好 我来 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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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美华办公室有限公司 喂 你好 美华办公室有限公司 你好 你快尽快打 你放心 我来 您放心 我一定尽快给您一个打 给我 给我 这样宝宝 好 请问这水杯的什么 这这这这 坐 谢谢 剪钢 家具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在这 我在美华上班 今天第一天来你 我也在这上班啊 见到你太高兴了 出来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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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真是 我呀 白天给人送送茶水 大大杂 晚上停止夜班 来来来 我给你 我来我来我来 我就干这个东西 来 来来来来 喝喝喝喝 对你 你那个个人问题解决了吗 还是那样 这么多年也习惯了 多一个人吧 还嫌麻烦 也是也是 你怎么进美华公司工作的 我成熟我人 报成照片广告 我就来了 你那个南方风生机场 一提起那个风生机场啊 我就感觉寒心 你说前几年咱们在一起搞股份制改革 把你也牵扯进去了 我一想到这个 就感觉内疚 过去的事不提了 那工厂现在怎么样 那工厂可不得了啊 工股份制改革就搞了好几波 形势一片大好 那情况那么好 你怎么跑这儿来 社会发展得太快了 这工厂也改成股份公司了 现在是形势一片大好 可是我们这些老工人可就惨了 一年龄大了 二没有文化 这公司里三天两头的考试晋级 我们真是力不从心啊 所以就下岗了 也好 腾出位子来 让年轻人去干 生活真是太残酷了 只能说咱们是跟不上时代了 家居啊 我觉得还是你有眼光 前几年你买的 南方那些封人机场的那些股票 听会儿马上也要上市了 这要是上市了 那价值不要 要翻多少倍呢 我也是替人做交易罢了 你说也怪啊 这社会上洗牌洗牌洗牌 怎么洗到最后 把咱俩给洗到一起了 不